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行情的把每天1点钟到1点半的即时节版节目看完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所为的一个正面帮助 那行情的一个架构我说过欲小不易 行情的一个脉络我说要大跌机率真的不高 上礼拜大盘盘中跌了97点 礼拜五又跌了92点 你看到昨天大盘数呢 也没有拉出一根中长红 上涨的一个幅度 多是比下跌幅度要增加啦 你看昨天礼拜中长红 上礼拜五黑鸡棒嘛 很多人又担心 很多人说认为这盘又要走空又要去放空了 你看一下昨天大盘的架构你就知道嘛 一根中长红 昨天最高9080嘛 把礼拜五那一根黑鸡棒的高点907都吃掉了嘛 所以行情真的是欲小不易嘛 所以我已经讲过了 要积极操作 盘跌下来就赶快买 盘回档修正赶快做积极的卡位动作 否则你真的会来不及 不要涨不敢买 跌又不敢买 你是要怎么涨的钱 这个行情就在国际盘的一个带动之下 以及台股本身筹码的稳健情况下 会一直往上垫高啊 当然我也希望说这个盘最好是慢慢的涨 我当然不希望这个盘一天涨100点啊 一天涨100点10个交易就来到1万点了嘛 那所以行情的脉络 我们所给你的是一个正面思考方向 所以你不要去怕说 这盘9000点好像很高 会很高吗 如果将来来到1万呢 甚至更高位置呢 不然你是在怕什么 我真的怕你队没中心呢 我说过 只要在大盘回档修正以前 你会懂得调节卖股票 你是在怕什么 我会怕你 接下来可能1000点以上的行情你没有赚到 那就真的很可惜啊 所以 本坡的一个盘式的架构 今天台股呢 9086冲下波登新高 卖一样其实也不中啊 说实在的 今天盘中打下来跌28点而已啊 有很多人在卖吗 大股都没在买 对同样你还担心外资会不会落跑 外资昨天买超几亿 买超了125亿啊 同样 如果外资每天买买不停 如果外资看了这台股未来的长线架构 你认为他只会买到9000点他就不买了吗 那如果一直买 买上去 会不会来到1万点 会不会来到1万点以上的一个位置 这都是你要去思索的一个问题嘛 所以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你在预设什么高点 你只要会卖股票 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可以先 打党 比如说在大盘回党修正前先卖嘛 在股票下跌前先卖嘛 在外资卖超台股前先卖嘛 你都可以全身而退 就怕你因为短暂性的预设高点不敢进场 果足不前 接下来大行情你没办法赚到 那不是很可惜嘛 好不好 所以目前来看 不管是国际盘的架构 还是台股本身充满了稳定 我认为很OK 所以上礼拜我台股跌了92点 我不跟你说安全 安全啦 对吧 一根长黑打下来 我立场没有改变啦 我如果觉得不安全 我上礼拜我会告诉你 全部卖股票 全部去放工股票 那会对吗 不对啊 昨天就大涨啦 今天台股又冲下波段新高啊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六月份 还是七月份 其实只要长黑打下来 都是一个很好的介入时期点 只是说 同样你可能不晓得要买什么股票 你的一个选股方向 一千多党股票 什么样股票未来一个成长性 让你在低档敢买 让你在台股回档修正敢进场啊 那就是一个美港 今天这一档年军 表现还不错 涨七块钱 他还原先止 創效波段新高 同样已经超过一百七十几了 真的很亮丽的一档集合股啊 我说做股票 要产生波段的行情 亲爱的朋友 你要给我时间 我会给你利润 多头行情 要如果把一档股票完整赚下来 要靠时间 要靠能力 博士短线 充来充去啊 亲爱的朋友 这两档股票 我们是在六月底开始买的嘛 充上去 参加除全期 打下来 这十几个假日 看起来不动啊 你认为说 诶 这边高点先卖 下来再接 高点卖再接 然后再上去 然后再拔档啊 你如果今天那厉害 投过老师你都不用看 因为你做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嘛 每个短波段 都可以买最低 卖最高 买最低卖最高 每天都可以冲来冲去 所以 产生一个自负赢家 你自己做得好啊 你自己做得好啊 不用找老师 但是 行情的一个规划 将近二十年股市的一个操盘经验 告诉我的是 能致富 就是一档股票 有办法赚波段 不是每个小波都是 买最低卖最高 买最低卖最高啊 你做真的有负责吗 你如果每天都要冲来冲去 股票真的做得不好 所以对今天联军的一个架构 我在昨天的一个盘后全部 有没有给你带到 嗯 怎么那么巧啊 昨天你霸音嘛 什么样看嘛 不变 联军啊 除全息之后 打到地板啊 我说 以他的每月营收 年车上两位输出来看 我之前就告诉你 他有机会填全息啊 你要等到七月营收公布了才知道 嗯 庆隆老师讲的是对的吗 你要等到 今年度的一个半年报数字公布之后 你才知道 欸庆隆老师選的股票真的有实力吗 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在于分析师 什么时候带你低接 如何赚完他整个一个完整波段 这支钩票 3450联军 支撑画给你看 这是支撑 我问你 每月营收成长两位数字联军 6月27号 股价在142.5啊 邀请你来赚涨停 很可惜 从我买完之后到今天为止 他没有一天是涨停板过的 从这一天开始买完之后 他没有一天是涨停板过的 没有 但是我给分的是一个 稳定的波段利润 不一天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如果你每天 还在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五灯奖 你只是当来宾而已啊 那五个灯不是你的 好不好 只上谈兵 对你的操作没有用 只上富贵 真正的财富 在一档股票 还没发动的时候 邀请你来布局啊 6月27号 142.5 要买啊 6月28号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拇指变盘啊 会转折向上啊 我送给你这就是买啊 就是买啊 就是买啊 拇指变盘转折线 在这个本超盘星马里面 一定有给你带到 因为这是一个 常发生的一个 K线的组合 买进了一个时机嘛 所以呢 技术分析真的难不倒我啊 难的是这张股票 基本上到底抢不抢 到底买得安不安心 你敢不敢中押啊 叉叉你这样嘛 所以628号的年轻最低144啊 拇指变盘即将转折向上 我说买啊 怎么会没有买 一定有买 628号封低成绩就是买在145啊 就是145买啊 最低144买145啊 有没有转折向上 有记忆吗 五天了 短押会不会过 7月1号啊 不会过的会想卖 那会过呢 要懂得加嘛 我们的方向很清楚啊 当市场上又有疑虑了 嗯 1 2 3 4 5 欸 涨了五天不错啊 已经有赚钱了嘛 看我的节目 买我的股票 OK 看紧对吧 想要短线跑一下 我告诉你短押会过 短押会过我就不会跑 逢回我都还会在加码 再上车啊 会员我先来后到嘛 所以呢 只要一档股票没有走完以前 任何回档 新会员你不要急 有好的买点我一定带你进场 所以7月1号联军 短押会不会过 有没有过 当天节目当中写给你看的 叫做会过嘛 讲完之后就过啦 过短押准备走波段 所以当他回档修正 可不可以买 回档三天啊 又回档了 爸爸 认为我分析错了吗 我既然说短押过来 会走波段 那接下来回档呢 我就会站在买方 什么是逢低承接 什么是一个很关键型的时刻 150的联军 除权钱我还在低接啊 我还在嘛 你自己对时对价 这都给你看过的一个讯息嘛 所以跌下要敢买 买了之后呢 隔天就红K棒嘛 股价积息低 涨旺加 有机会填全息 配股2块钱 配息6块半 当他除全息完了这一天嘛 盘中已经填息了 那到今天为止完全填息了 配6块半啦 那都假啦 真的都假嘛 所以呢这张股票 既然有机会填全息啊 我当然告诉我们会员 参加除全息啊 低档 7月19号 我怎么分析的 7月19号的联军 我说有田权席的实力 他随时会往上 7月19号分析的啊 股价还是没有动啊 你又不起眼了 你又认为我 我的分析 这张股票 没充当有什么好说的 这是你的看法 我带会员的做法 我带会员的做法 当然跟你看法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 为什么我们的会员是少数金字塔 顶端的赢家 因为他跟的分析师 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7月19号的联军 会随时会往上啦 还是有田权席的实力嘛 在初全席之前我就说过啦 参加初全席之后 股价没有动 告诉你会往上 昨天再提示你一次机会 昨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法不变 神漫看法不变 昨天李八一嘛 田权席的一个实力看法不变 随时会往上的看法不变 等你看到7月19号 或是8月15号的一个半年报处之后 你会知道我布局的用心 昨天李八一的联军讲完之后 今天有没有大涨 你以为 这个关键性的时刻 是随便猜的吗 昨天讲完今天又大涨 你认为又是小信吗 今天那涨幅超过半根 大阪虽然今天创新高之后 稍微没有动 但我加股票今天拉出中长虹 所以整个联军的一个态势 看一下去年度嘛 好的股票 去年度的一个联军 除全席之后 他有没有田权席 不仅田权席 而且还创下波段的新高 来到191啊 去年度的联军 所面对台股的一个架构 是比较弱势的 去年度的台股是往下做修正喔 去年度的台股是跌到7203喔 联军呢 虽然有稍微受影响啊 这个位置嘛 除全席完之后 他也是田权席啊 而且还走高啊 今年度的台股 比较健康啊 今年台股比较 比较强势啊 那联军呢 你认为呢 会不会田权席 我们所带给会员的 不仅要赚一档股票的 所谓波段的获利 全职的一个全席 或是股票的鼓励 我们 能赚 盡量赚给会员嘛 这是一位分析师 应该给会员规划的行情啊 不是说 欸 股票 感覺不太动了 就忘记它的存在了 就不理会员了 或是不理观众了 所以当他除完全席之后 我在7月15号 提供给你一次 他会 往上 田权席的实力嘛 高层民会往上啊 昨天再给 看法不变啊 昨天你8.1嘛 股价有动了吗 有开始冲了吗 7月营收 会不会 跟今年度的前半年数字 如此的亮丽 等到8月15号之前 你半年报数字公布 你又知道 我选的股票 党党 都符合巴菲特 家庭投资概念基油股啊 行情真的不难 既然是多方格局 有机会看到万点 波段式的股票 你一定会一档一档 看得到吗 智勤 不是其中一档吗 嗯 从这一边 开始做进场的 这是波段的行情 这档股票啊 我们一样有参加它的初全席啊 还原前指之后 都是往上走高耶 都是往上走高耶 这都是波段的股票啊 35年军 还原全席之后 今天已经来到170耶 当时候这边开始买的啊 搞不好 你有错吧 这个位置开始买的吧 这是波段的行情 所以 在目前多方式的一个结构 你所要的不是 股票每天变来变去 中来中去 中来不知道人去 这样手续费 增加税 真的会被扣光 稳定的操作 所带给你是 稳定的波段行情 所以如果需要我来帮忙的地方 不管你现在的手终尺骨 杂乱无章 不晓得如何集中化 产生一个比较容易 达到一个制服的效果了 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行业 休息一下 再回到前面的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1 爬上 2 引步 3 穩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人家投顾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账专线 零二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零二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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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投顾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只能赚钱的开端 出账专线 零二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示有没有太大变化 指数目前在平盘底下游走 今天大半数最高来要9086 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的回档 空间不大了 获利性的卖价真的不重 目前成量639亿 预估量大概700多亿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成交量这几天虽然收到700亿 但台股呢 想要跌下来的一个所谓的空间 似乎真的不大 你又知道目前的盘真的很稳 充满稳定的现象所看到的是 很多投票都不敢进场 好可惜喔 如果真的涨到1万点 甚至更高的位置 你没有参与到 没有 一起来掌握这个强势的多头脉动 你真的是非常的大心肝 你以前是大心肝的 好不好 我不会再跟你去分享 或是告诉你 之前这边8000点买什么股票大专 说以前故事不好 你看我们在这里拜天 全省北中南三场投资奖座 我们所提供给你一个钻石股 漂不漂亮 其中一档是之鱼3596的 7月31号的啊 人保集团的网通设备厂 那目前来讲 中国商网联合啊 对于这一家公司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深耕深耘的业绩表现 目前正反映在股价身上 那目前 对 第三季 网通的旺季嘛 所以你看到今天一个字月 再度的走高啊 对吧 继续 昨天 礼拜一啊 昨天是8月1号嘛 那来听讲座的时候 当初智力是在低档嘛 刚发动啊 这一天啊 这一天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我问你 而且我在 礼拜天的一个三场投资讲座 告诉全国的来宾 61.2 高点会过 讲完之后 昨天礼拜就过了啊 拉桌中庄啊 盘中涨七八拍 今天自己来到63.1耶 光这三天 这样有没有十几趴啊 三天十几趴啊 他没有一天掌停板啊 对 那如果 礼拜五你有跟着一起买的 那不是起来 这样不是很漂亮吗 所以我们选的股票 你放心 量大好进出 好进又好赚 真的是这样啦 礼拜五的一个智力成交量 还有九千七百多张 昨天智力一万三千多张 今天智力呢 目前已经一万张了 对 五十几块钱的股票啊 今天63.1嘛 五十几块钱的股票啊 同时买个五十张 可不可以 两百多万啊 啊买得到吗 成交量大概一万张耶 你一定买得到 也赚得到 因为今天的股价在创 波段新高嘛 这是我们在礼拜天投资奖座 所公布的其中一档钻石股 另外一档就是金瑞 三四五四的金瑞 一样7月31号 讲座的钻石股 安控的龙头 它是安控股的获利王 你看我选的股票 都是No.1 至今的仪仗癌的一个星耀 全球No.1 率先研发出来的 安恩德 对 其他国际大量 都还跟不上 这我们布局的标的啊 三四五零的光通讯的援军 业绩就是领先其他的一个 同样的光通性的股票 往上走高嘛 看得到未来业绩往上走高 第一档我就敢买 这一档金瑞 安控的获利王啊 安控的获利王 最后选的股票你放心 我都是筛选过的 我可以帮你节省很多时间 你每天 你有时间看 一千多档的股票 你有时间看吗 你有时间看吗 不可能嘛 所以什么是钻石股 金瑞啊 安控的获利王啊 这两天股价 有没有持续走高 今天金瑞 除全息耶 那 大概配了0.35的一个 股票鼓励啦 今天鼓励四块半啦 今天股价表现如何 还原全值又创破断新高 昨天礼拜离家 礼拜离家 上礼拜有离家 上礼拜是离家 上礼拜是离家 不高 我喜欢的股票 为什么那么强 它没有涨停板喔 它没有涨停板喔 跟本来分析师 不一样喔 但你看到的是 务实的一个分析 所带给 不管是会员 还是礼拜天 有来听投资讲座的投资庙 你得到的是一个漂亮的 操作效果嘛 对 金睿今天除全席之后 盘中大涨了 你觉得有漂亮吗 我今天股票是不是很猜 是不是 所以今天联军 一样啊 我们参加它除全席之后 今天拉出中场 今天大凡不是涨白点啊 今天大凡是小跌啊 那为什么股票可以那么抢 嗯 等七月份的营收公布率就知道啊 这一档翔索 我们之前三趟大概都在一百六卖 因为这是一个短压 三趟都安全获利下沉 那时候卖在一百六 那七月二十六我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带量强势表态啦 一档股票成功的站上短压 那接下来 你怎么看 我怎么操作 六月营收年成长18% 那今年度的出量 有机会成长三倍到五倍 都之前跟你分析的一个基本命的 成长力道嘛 那既然七月二十六大量强势表态 强硕呢 一六八附近买 九点五十八分啊 经过一分钟股价有多少 一六七点五 你是对是对价 一六八 可以买进 可以买回啊 虽然我之前 卖掉是大概卖在一六零嘛 买高一点又怎么样 知道一档股票表态了 会往上攻了 那就进场啊 那就要进场啊 对不对 那就要进场 知道吗 这一天啊 董哥来看一下嘛 这一天就是 七月二十六号嘛 买在一六八 买完之后有没有冲高 今天来到一八四点五啊 好不好 今天享受自己不要去追啊 今天享受自己不要去乱追 追了你短线又一套 好 今天我没有剪码 问一下我们的会员 好不好 所以整个操作的一个实战经验 之前 这边 是一个箱形整理 所以这边都是卖点 三趟都赚钱 形态上的突破 一六八结尾之后 今天来到一八四点五 这样有探紧吗 我问你 所以我们给予会的一个操作建议 都是一档股票 可能是即将发动了 或是马上发动了 但你做一种类似逢低成绩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嘛 而不是胡乱的掌一大破才去追高 掌一大破去追高 你也怕啊 你也不敢买多啊 对 买一张也不好了 买十张又怕 那为什么不第一个时间来跟我们卡位 就像这一档台积电集团的一个创意 7月21号76.2买进了 三四三的一个创意嘛 那 西日彩获得验证 形态突破76.2买 买完之后 二十二号来到七八点四 二十七号涨了四点三八 七九点六 二十八号我告诉你 股价没有动哦 还没有结束哦 既然一档股票还没有结束 当它回档下来 二十九号 七七逢低买 十点五十一分嘛 创意 空走者趁回档七七以下买进嘛 经过三分钟五十四分股价几块钱 七六点九你去对时对价 逢低一样站在买方啊 因为我说过 没有结束 一档股票还没有走完 有低点 新会员空走者上车 上车 七七当然可以买啊 那今天一个创意呢最高七八点八啊 虽然或许很多观众又觉得 啊他走的好慢 但是我们的操作很实在 慢慢的转 稳稳的转 这是金龙老师的风格啊 如果你要投机每天数赏停的 你另请高明 但是如果你要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把智勤联军 这种价钱投资的标的 完整的一轮掌握在你手里面的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金龙老师不会亏待你的 明年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02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 0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和 现在就换 北多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这一家的路由 有限电视 正在报道走